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戒,欢迎来到八戒谈美股 现在是美西时间2020年12月11号星期五 今天我们聊一下美国股市周五的收盘行情 今天迪士尼公司发布了他们的一个业绩预告 在这份迪士尼plus的业绩预告当中 造成了今天迪士尼股价暴涨15% 而在今天收盘的时候也是收盘暴涨13% 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下 今天整个美股市场到底有哪些消息 值得大家关注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美股三大股指的收盘行情 SP500收盘下跌4.6 跌幅0.13% 报收3663点 纳斯达克收盘下跌27.9 跌幅0.23% 报收12377点 道指今天收盘上涨47.1 涨幅0.16% 报收3046.37 那么今天在三大股指早盘开盘以后 就是有一波跳水最低的时候 SP500和纳斯达克都是纷纷下挫将近1%和1.2% 那么今天在尾盘整个三大股指又是有一波拉升的行情 随着在今天中午大概是美东时间下午的1点钟以后 三大股指就是纷纷的买盘涌进 也是造成今天尾盘三大股指纷纷拉升的一个行情表现 那么今天在整个消息层面的八级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金融层面有哪些消息 给大家做个关注 首先在今天早盘下跌是由于对于第二轮纾困法案 不管是9160亿还是9080亿的版本 还是存在一个非常重大的分期 但是今天尾盘为什么会有翻上涨呢 这是因为在今天参议院下午的时候 已经是以高票投票表决通过了美国政府 为期一周的一直到12月18号 美国政府联邦支出临时预算法得到了一个通过 并且每个参议员已经是投票表决 认为是能够通过一份1.4万亿美元2021年美国财政年度预算 所以在通过以后美国的三大股指受到这样一个消息面的刺激 也是纷纷的上涌 那么在今天他们也是表决通过了一份国防预算授权法案 目前特朗普也是威胁可能会否决掉这份国防预算授权法案 那么另外在这份美国政府临时播放法案当中 很可能会打包进去第二轮输入法案 这样的话会高达一个0.4万亿美元到0.5万亿美元 综合性支出法案很可能会在圣诞节之前得到推出 那么目前的未来后市整个政治层面还是呈现这样一个围绕第二轮输入法案 上下波动 只要是有利好的消息 那么美国股市应该都会呈现一个向上波动的状态 那么巴结也认为在年底之前 大概率会通过一个9000亿到9100多亿美元的纾困法案 好这是政策层面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来自政策层面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美国大选 直到现在美国大选还没有确定谁能够真正的入主白宫 那么巴结认为美国股市目前涨势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如果未来比如说在1月份或者是在1月10几号到时候如果特朗普会翻盘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对于美国的政治风险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那么有可能会宣布翻盘的消息的当天或者是在未来的一到两周都会造成美国股市有一个大比例的波动 很可能会上下浮动超过5%甚至超过8% 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政治层面不确定性比第二楼出国法案更加的一个不确定性 因为目前德州已经联合了将近18到20个州已经是联合起诉那4个摇摆州 好那以上这两个消息呢就是来自政策层面 那么还有来自金融层面的呢就是下周二和下周三美联储会召开例行的政策会议 关于是否会调整每个月MBS和美国国债的12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 是不是会继续的放大或者是保持目前的购债规模不发生变化 那么另外呢来自达拉斯联储的卡普兰 他也是表示到目前我们不大可能会扩大总的购债规模 具体来说美联储目前整个自然分析已经是达到了将近7.3万亿美元 所以目前呢美联储呢应该还是保持按兵不动 等待第二轮疏困反最新的消息能够落地以后 在财政政策落地以后 美联储方面应该才会调整他们的购债规模 好这今天两个消息 那么今天第三个消息是来自甲骨文 甲骨文今天披露会把他们在硅谷的总部搬到德州的奥斯汀 而在本周二还是本周三 马斯克他也是宣布他会搬到德州居住 而他目前很可能已经是搬到了德州 把他所有的这些个人税表啊 等等这些东西都已经签到了德州的新地质 那么目前马斯克搬过去的最大原因就是避税 因为他能够拿到500亿美元 特斯拉这样的一个奖励激励 他目前已经是拿到了前面的四期 后面还有六期大概是200到300亿美元 他搬过去的话可以节省超过10亿美元的加州税收 那么整个今天的甲骨文公司的股价呢 是上涨了1.9% 报收60.61美元 甲骨文公司从今年二月份年初 大概他的收盘价就是在55美元 经过这样的一个一年的时间呢 其他公司包括他的好朋友 伊隆马斯克的公司 特斯拉都在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是翻了七倍了 而甲骨文公司的股票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也就是上涨了大概20%左右 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甲骨文目前的年限是在每股54美元 连百天的均线是在56美元 这家公司呢 大家如果要是想参与的话 应该是可以长期持有的 巴结也看了一下 在今年3月23号 每股股灾的时候呢 甲骨文公司股价也没有下跌的幅度 没有太大 所以这家公司呢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去考虑一下 这家公司也是做云计算 包括呢 它的数据库呢 也是全球最先进的云数据库 它也是给很多的大公司提供相关的数据库服务 那么下一个消息是来自特斯拉空头方面的消息 特斯拉空头在2020年压住特斯拉股价暴跌 做空特斯拉 巨亏350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2289.7亿元 那么截止11月30号继续压住特斯拉股价下跌 做空的空头头顺 仍然高达264亿美元 此外呢 目前根据现有的做空的ratio数据显示呢 目前特斯拉的股价看涨情绪是非常非常的浓厚 那么这种损失呢 让特斯拉的空头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疼痛 华尔街知名空头老板常诺斯表示 他已经持续性的坚定不移的做空特斯拉长达五年之久 那么他在今年三月份做空特斯拉股价应该也是赚了很多钱 当时特斯拉是从将近1000美元暴跌到不足300美元 这还是拆股之前 而在拆股之后呢 整个空头都是呈现轮番的巨亏 完完全全就是跟全世界的信仰特斯拉的投资者在进行做对手盘 也是在跟整个美国经济 在跟美联储在做对手盘 蜂涌而至的资金呢 把特斯拉的股价从不足300美元 然后付全以后 按照现在的股价来说 已经是高达将近3500美元 这样的一个股价是非常非常的吓人 而目前呢 整个特斯拉公司的股价还在呈现继续的上涨 包括高盛看高特斯拉股价高达780美元 按照付全以后的价格来算呢 将近高达4000美元一股 那么目前空头的巨亏呢 是高达350亿美元 那么巨亏呢 也就是说 整个在今年前九个月 美国所有的航空公司的巨亏呢 也就是才200多亿美元 这些空头呢 做空特斯拉的股价 今年的亏损就超过350亿美元 那么特斯拉呢 今天是收盘下跌2.72% 收盘收在将近610美元 是收在609.99美元 盘后继续下跌 大概是0.25% 那么今天呢 特斯拉最低也是触到了596 也是再次验证了八戒之前给出的 580到585美元 这样的一个近期的底部支撑价位 那么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 还是继续给出这样一个580美元 如果是跌破的话 大家可以进行适当的建仓 那么未来呢 可以适当的看高到720美元 大概是在720美元左右 我认为特斯拉应该会有一波 较大的一波深度回调 跟随第二轮索困反落地的话 特斯拉股价也会顺势的落地 那么大家在这样的一波行情当中 一定是要顺势而为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非常非常聪明 看破了所有的这些股价高估 现在所有的人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美股的股价 都知道美股的估值 现在是全世界最贵的市场 而目前呢 整个这样的资金呢 还是蜂拥而至 赚钱效应呢 还是每天层出不穷 所以在第二轮索困反 在整个美联储的子弹 还没有打完的情况之下 你们千万不要逆势而上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非常非常聪明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超前的意识 认为美股下个月 或者是下下个月就一定会暴跌 这完完全全 就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想 再去操纵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它是以整个这样的一个美联储 包括美国政府救世的信心 整个美国政府 对于整个美国的经济层面 是怎么样去看待的 现在整个美国股市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政策市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政策盘 所以大家对于美国的政策 对于美国的政治方面的考量 应该要做的非常非常的充分 否则你们要是在目前做空的话 应该也是得不偿失 亏损的概率 肯定是大于你们赚钱的概率 那么今天下一只股片 给大家聊一下Airbnb 今天是在早盘的时候 一度是上涨到151美元 而在今天美股最后两个小时 大盘都已经是被顺势拉起的情况之下 看来有很多的资金在炒作的同时 看到大盘在拉起 其他的个股也是有所表现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逃离了Airbnb今天第二天 而在今天尾盘收盘下跌3.77% 报收在139.25美元 盘后继续下跌将近1% 那么八件给出继续的目标价位是在80美元左右 如果Airbnb能够跌到80美元 我认为是一个强烈的建仓的非常非常好的绝佳时机 如果Airbnb跌破100美元 我认为是可以少量的建仓 我是看好在2021年6月份 到2021年12月份 这两个季度 我认为Airbnb它的财报应该会相当的好看 因为整个当时全世界这样的一个经济复苏 应该能够达到一个顶点 而整个这样一个旅行禁令的解除 也会憋了如此之举的 憋了将近两年时间的旅行者 应该会重新的回到旅游市场 好 这是Airbnb 那么今天最后一个讯息呢 给大家聊一下迪士尼 迪士尼今天受到了消息层面的推动 今天迪士尼公司发布了这样一个业绩预告 迪士尼未来会投资160美元 在他们迪士尼plus这样一个内容创作方面 以挑战奈飞的霸主地位 那么迪士尼今天在投资者大会上面公布了 旗下流媒体 也就是迪士尼plus 在这个流媒体当中 他们已经是超过了之前的预期 他们之前的预期呢 是非常非常保守 他们之前的预期是在2024年 才能够达到订阅用户 6000万到9000万 而在今年的12月2号 最新的数据显示 迪士尼plus全球订阅用户 已经是高达8680万个订阅用户 而目前呢 他们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呢 已经是把从每个月6.99美元 上调一美元调到7.99 在欧洲市场调高两欧元 从6.99欧元调高到8.99欧元 而目前呢 根据现有的估计呢 到2024年迪士尼plus 将会在全球拥有超过 2.3亿到2.6亿个订阅用户 这也是推高今天 迪士尼公司的股价 暴涨15% 今天收盘 迪士尼公司收盘 暴涨13.59% 收在175.72美元 那么八仙呢 查阅了一下 近期迪士尼横盘价位 基本上都是横在155到158美元 八仙给出一个安全建仓位 是在145美元左右 如果大家想要更加安全的建仓 我给出一个138到145美元 这样的一个价位段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强有力的支撑的价位 能够安全建仓 在138到145美元呢 在暗盘市场大单成交 大概是有超过4到5亿美元 而在最近几个月来看呢 根本没有这些大型的机构 在卖空这家公司的股票 也就是说呢 目前持有迪士尼的公司和机构 或者是个人投资者 基本上是按照长期持有的策略在操作 不会有短线的资金在进行相关的炒作和进出 那么迪士尼公司呢 很可能会在2024年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内容创作公司 也可能会超过奈飞这样的一个市场订阅用户 那么迪士尼呢 未来它的内容创作能力 应该来说还是首屈一指 它的内容创作团队应该是非常非常强大 而且呢他们的旗下大概有几十个超大型的RP 可以说任何一个RP都能够拿出来成立一个单独的公司进行上市 我认为迪士尼这家公司值得非常非常长线的持有 甚至能够持有超过5年甚至是10年时间 你们买进去以后如果放有5年不看的话 未来5年应该能够给予你们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一个利润回报 那么迪士尼公司呢 在最近这样一个横盘见面来看呢 在155呢也是有一个强力的支撑 八件呢刚刚已经给出了145 大家如果有兴趣 它的股价如果能够给到你们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在未来一个月能够回调到145 那么大家就可以考虑 但是八件认为呢短线这种回调超过10%啊 甚至超过15%这种概率应该是非常非常难以看到 除非大盘有暴跌将近10% 包括未来一新退去的话 迪士尼乐园能够在全球重新开放 那么对于推动迪士尼的股价上到190美元 甚至达到200美元 我认为在短期之内甚至在6个月之内 都是能够可以看到的这种大高的一个事情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整个八戒对于美股的行情分析 那么大家如果有想进一步跟八戒交流讨论小伴呢 请在底下评论去评论 或者是给八戒私信喜欢八戒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感的朋友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大家